恐怕会纤细出手槽 脸上笑容藏不住 群联董事长潘建成 展望Q4营运 预言可能创新高 只登顶大前提 解决缺货状况 是另一个问题 让潘建成很尴尬 敏感的问题 我们不评论吧 好不好 如果有发生 会尽快让大家公开知道 保守在低调 因为市场传出 中韩日美私募基金 看准群联掌握3DNET关键技术 将股价物美价廉 让四国私募基金 溢价投资超过三成 希望入股群联 甚至不排除私有化 对于群联目前这样子 需要技术 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 一个公司来说 筹措资金的功能 对他们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一旦整个资本市场 没有办法提供给企业 足够的筹资的空间的话 我想企业的出走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数量解读台股筹资不利 将假账风波 让潘建成哀莫大于心思 不过根本原因 还是政府卡住入资 三大因素 加深群联下市余虑 这一旦群联真的下市 恐怕掀起骨牌效应 三天新闻于陈虎 武凯中台北厂报道 第三个剩余虎 לא我没 aroma 您这个创开 讨讨讨讨论